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自己从来没说过没有人传人的现象 他一再重申 没有 我从来没说过不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从来没有 高福说 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 科学家都不能够说不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因为对这个病毒大家都不熟悉 但是它属于冠状病毒家族 总是人传人的 高福进一步表示 但寻找证据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名侦探 去找出嫌疑犯 也许最终你会锁定罪犯 但一开始会有很多嫌疑人 我们公共卫生工作者就像侦探一样 所以证据是我们做任何责论的关键 我们不能根据怀疑来做判断 而是根据证据来做判断 而事实是 2019年底 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12月31日 国家卫健委派第一批专家组到武汉 其中包括王广发 当时盛传高福是第一批专家组的组长 之后的元月8日 国家卫健委又向武汉派出了第二批专家组 但是到达武汉的两批专家组因种种原因不仅无功而返 还留下了遭千夫所指的名言 人不传人 可防可控 从12月31日到1月20日 二十多天的时间里 当地卫健委发布的疫情通告里 基本上都是没有明确人传人 没有医务人员感染 疫情可防可控 这违背事实的虚假信息 严重削弱了人民群众的防控意识 而武汉在月1日又训诫了李文亮等吹哨人在内的八名医生 堵住了武汉人的嘴 从官方通报看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样子 因为专家组说了 大家放心过年 不会人传人 疫情可控 可防 可治 不要相信谣言 于是大家放松了警惕和疑心 以为可以欢乐过大年 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聚会活动 武汉旅游局派发20万张惠敏券 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等 但是打脸的是 专家队伍中的王广发回今后不久 通过核酸检测确诊感染病毒 直到1月22日 第三批专家组中南山院士 对外称可人传人 疫情才引起全国的重视 注意 中南山院士用的是肯定 没有大概或许可能等含糊用词 1月22日 李兰娟院士向国家建议武汉必须严格的封城 第二天 国家采取了这一措施 高福有没有说过不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因为是专家组的通报意见 好像确实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是社会舆论认为武汉市为建委做出的任何决定 发出的任何通告都不可能独立行事 而必须与作为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等人认真研究 也必须经高福等人的同意 所以高福在疫情早期扮演了重要作用 为什么国人会对高福愤怒呢 如果按高福所说 自己没有说过不会人传人那样的话 那么可能就是一种记忆错误 而武汉卫健委通报中所说的 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等 虽然没有明确说不会人传人 但营造了不会人传人的语境 这个话在钟南山发言之后 社会将情绪按到了高福身上 关键是高福的几番言论屡屡惹众怒 1月22日 高福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 目前证据显示 儿童年轻人对新冠病毒不易感染 然而事实证明 新冠病毒对任何群体都易感 如李文亮医生才34岁的年轻人 感染后不知身亡 1月25日 针对有专家提出冠病病毒有超级传播者 高福回应称 当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已经有超级传播者 很现实很快大脸 广东福建等地出现超级传播者 而国家卫健委其后发布的关于做好儿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第一句话就是 儿童和孕产妇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易感人群 武汉疫情迅速扩散到全国乃至国外 也证实冠病病毒存在超级传播者 1月28日 高福接受央视采访时说 目前防控措施在起到作用 疑似病例在减少 这是好的现象 如果按照现在的措施 应该在近期能看到一个拐点 大家预计元宵节情况可能好转 当然 社会高福的情绪爆发点是在论文时间 1月29日 高福等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曝光 论文展示的425名感染者流行病血数据显示 冠病病毒可以人传人 论文提到 通过分析12月10日至1月4日期间发病病例的数据 来估算疫情的增长速度 因为我们预计在12月13日武汉疫情正式宣布之后 发现的感染比例将很快增加 这篇论文是1月22号投稿 及武汉封城的前页 如此高质量论文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 因为引用的数据要经过严格严谨的分析和事实依据 这需要采集临床数据 实验室数据 还需要写文字组稿 这是一个庞大繁琐的工作 当时舆论认为 高院士在1月22日投稿前 一定在更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论文的核心内容 并得到了科学有效的论证 即新型冠状病毒是高流行传染病这一论点 早就知道病毒有人传人现象 却隐匿不报 社会对高福的愤怒到了极点 其后 高福领导的中国疾控中心对此回应称 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份 即在密切接触者中 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 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 做出的回顾性推论 由于大量疫情论文发表到海外 科技不发声 请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请把研究成果运用到疫情中去 而此时 社会对高福怒不可惜 他的兽医从业经历被翻出来 还有他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490余篇 疫情最紧张的时候 却忙着发论文 如果说此前人们一直将注意力放在病毒所带来的风险上 但是新冠疫情 人们所看到的是 专家误导造成的风险同样可怕 事实上 在全欧高福的声音中 支持他的人也有 认为社会受到虚假信息的误导错怪了高福 或者说人们早期对新的病毒认识有个过程 在为高福说话的人中 其中就包括知名经济学家华生 他多次为高福翻案 经济学家华生最近一次是在第一财经发文说 网络媒体全无高福是搞错了对象 高福实际上是武汉疫情报警第一人 这让人大吃一惊 在各类媒体对高福院士一片质疑 一片批评 一片踏法的声音甚骚沉上 连绵不绝之时 这位学者竟然说高福是中国官员报警第一人 鞠躬至尾 但真实的情况是 高福等人没有这样做 各种通报使得武汉放松了警惕 使武汉市和湖北省遭到了曾所未有的灾难 华生的辩解无法自言取说 社会对华生的辩解不买单 认为高福是掩盖真相 谎报疫情第一人 从12月底到1月初 高福发现了异常现象 再到1月18日 这期间高福做了些什么 除了发表论文 美国媒体披露的一些事情耐人寻味 3月27日 美国SANS杂志发表文章 高福解释早期为何难定人传人 在被问到为何中国1月20日才知道病毒可以人传人 之前为什么观测不到时 高福表示 当时并没有详细的流行病学数据 而且科学家曾一开始面对的 就是这么一种极为疯狂和善于隐藏的病毒 所以不仅是中国 欧洲和美国一开始就低估了 以为这只是一种普通的病毒 根据公开报道 1月3日 美国CDC首先接到中国的通报 这应该就是第一次通话 之后几乎每一天都跟美国通报一次疫情 高福在接受SANS采访的这样回应道 我们已经及时与科学同行共享信息 但这涉及公共卫生 我们必须等待政策制定者公开宣布 还有 赵立坚怼美国之后 Event 2001事件曝光 据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2019年10月 跟盖茨基金集世界经济论坛合作 模拟瘟疫流行演练 在名为Event 2001的演练中 有15名政府商界及公共卫生领袖参与 演练在瘟疫流行下 如何在不同政策选项中做决定 其中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 就受邀参会 两个月之后 新冠疫情就爆发了 一切就算未卜先知 高福尽管否认了一点 从来没说过不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但依然留下诸多的谜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